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又见面了,我是鲤鱼,今天那么先来玩Bendy and Ink Machine,班迪于墨水机器 这是一个发布挺久的游戏了,但是我还没有玩,听说做的挺棒的 那么这是一个恐怖冒险解谜箱游戏,也就是说需要动动脑筋 我们自己也就是游戏中的主角呢,叫做Henry,是在这家工作室工作过的一名动画师 时隔很多年后,他收到了曾经的旧同事,也是一个老朋友Joy的来信 邀请他去以前的工作室呢,故地重游 并且Joy在信中还透露过,要给我们看一点东西 会是什么东西呢,肯定没有什么太好的事情发生,对吧 我也很久没有做一个游戏的系列视频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开始这个游戏的第一章 OK,我们开始游戏 你看这个游戏的画面风格呢,比较贴近这个迪士尼 这个墙上露下来的是墨水啊,这个长得像高飞,但他不是他叫Boris 我们要先找到Joy的工作间呢,这个门能开吗,开不了 哦,这边好闪的,我眼睛要瞎掉了 这个立起来微笑的纸板人就是Bendy 这个门也打不开 哇,我的老鼠在这边啃东西,我的天哪 玩这种游戏旁边有动静 就非常的慎的 哎,你好呀 这他旧熟猪,你看他这个下半部分有点类似米老鼠的感觉 这边走,我到处都是这种纸板人 他们会不会动起来呀 不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动吧 挺漂亮的,这个地方被封死了,这是卫生间吗 我的天哪,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搜一遍,太大了 哦,在前面 Dreams come true 梦想将要实现 实现什么 嗯,这怎么墙上也贴了个贴纸 这地方也漏墨了,我的天哪,全是墨水 这边走,哦,油墨机,这边能开吗 这怎么有光,都开不了 我们应该是先找到这个油墨机 哦,危险 危险我还进吗,好吧 哦 电梯需要一些干电池 哦,这个地方不就有一个电池吗 然后放到这里 还缺一个 哦,这个箱子 这样就可以了 好就好在这些可以找的东西是会闪光的 哇 哇哦 这么大的机器 我怎么感觉这个主角现在的场景 会不会不是现实世界 新的目标,启动油墨机 我的天哪 话说Joy邀请我来的 但Joy哪去了呢 哦,这个门刚才是开的吗 嗨 这里面有个置办人 你不要动啊 这什么 这是存档的地方吗 还是什么东西 只是一个装饰 就像餐厅一样打卡的地方吗 哇,听到有声音 嗨 这边不让我过不去 哦 这个 培根汤 哦,可以 可以喝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吗 哎,还是保险起见都点一遍吧 提示告诉我们要找到定位发电装置 那个装置在什么地方呢 哦,这地方也有 嗨,你看你Joy了嘛 你们不要一直微笑好吗 哇 这个木板为什么会突然掉下来 哦,这什么 哦,Boris 现在谁还笑 哇 他把他绑起来 然后漏墨了 我不清楚他是在做什么实验 不管那么多 这边是什么 哦,油墨机主电源 就是这里 D呀 修复油墨机 哦,我要找到这六件神器吗 然后才能启动这个发电机 发电机弄好的时候 我们就能启动油墨机 哇 这个搜寻的 哦哦哦哦哦哦哦 他刚才是在这吗 刚才这个地方有Bendy吗 嗨 谁把他放在这儿 对啊,谁把他放在这儿的 这六样东西是随机出现在地图上的 这边我们来过吗 哦 是不是有人把里面的灯 哦,果然 诶,这里没有人呢 这什么 哦,第一件 一个唱片拿到了 这什么 他会让我们自由 他会让我们自由 哦 应该是这个油墨机启动之后 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吧 我不想启动了 刚才来过这地方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呢 能拿的东西都是可以闪光的 哦,这里有一个 哦,墨水吗 为什么上面有骷髅的标志 我以为是毒药 拿到两样了 这边好像没有来过 这有罐头 赶紧吃 不是罐头 是培根汤 哦,这什么 哦,这应该是推动剧情的 哦,我开启这个门怎么出了一个 Bendy 嗨 可以从这个流云机里面 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大概意思就是 Joy对这个油墨机呢 煞费苦心 动用了很多人力物力 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哦,这看起来是个放映厅 诶,这个娃娃 哦,得到了一个小Bendy 这什么 油墨压力 这个现在好像摁不了 嗨,你怎么还在这里偷窥我 刚才在看 刚才在看那个流云机的文字 然后它出来的时候 有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哦,得到一本书 哦 我听着是有声音吧 哦 油墨机这里也有一个零件 好吧,现在拿到几个了 哦,到这个Boris这里探索一下 诶,它胸口这里 哦,这里有一个扳手 我天啊,为什么这里有一个狗骨头 再见了Boris,你好惨 好,我们挤起来 三 四 五 六 诶 诶 还是不能启动吗 哦,就是刚才那个油墨压力的地方 在什么位置来着 这个地图有点大 有点露痴啊 哦,应该是在那个放映厅的位置 拿到小娃娃那地方 啦啦啦啦啦啦 奔迪 哇 我刚才有点忘了这是一个恐怖的游戏 但是 我说啥来啥呀 诶,就你吧刚才 我现在能动它吗 这玩意儿果然会动的 你别过来啊 好像放着动画一样 太刺眼睛了 无墨压力 就这个 好,诶 这墨水漏了呀 大哥漏一地 完了 这工作室我得打扫我们帮着 Joy 我不是故意的 你现在一直没现身呢 我天哪 游墨泳池 谁来游下泳 我的天哪 可以加速跑的 启动游墨机 现在终于可以启动了 我又被这个东西吓一跳 总是能听到什么声音 开始 游墨机启动 诶 是我错觉吗 怎么启动了之后 灯光变暗了呢 我还不如不启动了 是消耗了这里面灯的电力了吗 好吧,我们去游墨机这里 诶 诶 这不让过了什么鬼 这地上有脚印 就看起来像一个人踩着游墨池进了一个门 哇,你吊墨池里了吗 兄弟 诶,这门不让开是Joy嘛 不清楚啊 那现在 只能往前去 诶呦 哇,这什么东西 是什么 诶呦 从工作间逃离 我是奔迪吗 奔迪被游墨池给召唤出来了吗 变成实体了吗 诶诶 我这全漏墨了呀兄弟 诶 我能看到身后是什么吗 诶,我没看见他呀 诶诶诶,我马上就被淹没了 我往这边走 哦,这里是出口 什么时候开 我打还掉下来了 排进游墨 哇 我身上粘没粘 诶,这地怎么变得这么干净 我天哪,神奇的地板 我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了 Bendy不要闹,好吗 我是曾经在这个工作室工作的动画师 很有可能是我把你画出来的呢 对吧 我还画过你很多次呢 来 还需要 排一下这个墨池 裤衩都黑了白洗了 开辟小心路 哦,可以拿斧子了 哇,这个牛啊 哇,还有斧痕的 我怎么感觉我在玩minecraft Let the creator lie to us 创作者骗了我们 哇,他骗了什么 OK 哇,这个砍得特别爽 作为强迫症一定要把所有的木头全都劈断 要不很烦 这个还能劈吗 这个劈不了 这个劈不了 这个劈吗 这个劈断 哦 哦 这后面怎么就木崩了 哎 我能过去吗 我的天哪 是一个地方要被我搞砸的 像是祭坛一样的地方 我的天哪 哎 哇 刚才我昏缺的时候 是我脑袋闪过了很多画面 那什么意思 我看到了Bendy张牙舞兆 稍后过来 哦,第一张就结束了什么 第二张老哥 为什么叫老哥 暴躁老哥吗 这个镇看来是致失眠的 一下就头晕了 OK,那么这个Bendy墨水机器第一张呢 就先完了这里 我觉得这个恐怖游戏挺棒的 在气氛的烘托上面做了很大的功夫 那么作为主角Henry 在第二张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一时还没有见面的Joy老朋友 他在干什么呢 我们下期再来探索一下 非常感谢来收看这视频 我是李渔 下期视频 我还会见你 记住每天保持一笑 Tomorrow will be quiet 我们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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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遍 我们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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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下期视频